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韩国全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培养了众多艺术大师 也被称为文化艺术之乡 光州广域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五等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当地的代表景点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敞开胸怀 韩国奇亚汽车的总部也位于光州 是光州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国际泡菜节 和国际艺术双年展 是光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 201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以及2019年第18届世界游泳锦标赛 也在此举办更大地提升了 光州广域市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光州广域市交通便利 搭乘高铁前往首尔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位于光州市郊外的乌湾国际机场 每周都有往返于光州和上海的航班 韩国湖南大学 是中韩两国教育部承认的 四年制中和大学 同时也是韩国政府认可的 ICT 观光 设计 运动领域 特性化大学 在全国享有盛名 韩国湖南大学 现拥有人文社会学院 金银学院 保健科学学院 ICT 融合学院 艺术学院 五个本科学院 以及一般 社会融合 教育大学院 三个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具有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校学历 得到包括中国教育部在内的 广泛的国际认可 韩国湖南大学 2018年被教育部评为 第四次产业革命改革先锋大学top 10 连续四年将获得国家40亿韩币支援 此后又荣获韩国教育部linkplus事业 连续五年获得国家200亿韩币支援 一跃成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 湖南地区产学协力优秀代表大学 紧接着又成功评选大学革新支援事业 全韩国仅11所大学获此殊荣 韩国湖南大学先后开办了孔子学院 世宗学堂 中国友好中心 中国留学生人数占全体留学生总数的70%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性化大学 我校孔子学院于2006年12月19日设立 是由中国教育部汉办批准并资助 韩国湖南大学和中国湖南大学共同运营开办的 第一所由韩国高校牵头成立的孔子学院 世宗学堂是韩国国立国际教育院许可并资助 由韩国大学和国外大学共同设立的 教授韩语并传播韩国文化的机构 我校一共设有两所世宗学堂 一所是2012年开馆的杭州世宗学堂 一所是2019年由我校运营管理的 吉尔吉斯斯坦澳市世宗学堂 两所学堂均发挥了连结韩国与海外的 重要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友好中心于2015年5月开办 由光州市政府投资 我校承办 为生活在光州广域省的中国人 提供资讯和帮助 多次承办各类大型国际活动 驻光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 于2007年2月开馆 总领馆从开馆到现在 一直租用着我校财团的大楼 记录着与我校的深厚优移 韩国湖南大学国际交流处 位于本部大楼一楼 拥有一支强大的国际交流专家队伍 截至目前已与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越南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200余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 在交流与合作项目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自2016年起 我校与清华大学连续三年举办未来汽车论坛学术会议 与上海大学开展2加2双学位国际教育合作等 在中韩两国及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我校国际交流合作方式多样 灵活变通 积极满足时代和地区要求 目前留学生在校人数已达1500余人 堪称全南地区之最 凭借对留学生一如既往的优秀管理和精心教育 连续5年被教育部评为教育国际化 力量认证大学 在留学政策等方面提供优惠 2020年 借于我校在国际交流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 国际交流处长孙婉宜更是荣获大汉民国教育部部长表彰 我校为每一名留学生提供酒店式学生宿舍 宿舍楼内部还设有食堂、洗衣房、健身房、自习室等 让学生在学习之后拥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学校对面便是繁华商圈 便利生活尽在咫尺 为了丰富留学生们的生活 国际交流处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留学生新年晚会于每年12月初举办 学生们欢聚一堂 一边欣赏晚会 一边吃自助餐 载歌载舞 其乐融融 一年一度的校园庆典更是学生们最期待的活动 学校邀请当红寒流明星来到现场与学生们互动 享受娱乐盛宴 感受寒流文化 每年6月 国际交流处还会组织留学生们 前往美丽的吉州岛开展文化探访 让学生们将一学期堆积的疲惫尽情释放 还有全校学生共同参加的电子竞技大赛 中国 韩国 越南 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们 一起通过电竞游戏 拉近彼此距离 结交外国朋友 冠军获得者更有100万韩元的奖学金奖励 此外 各类文化体验也深受留学生们欢迎 包括韩服体验 五方色运动会 咖啡制作 品酒 形象化妆 制作生鸡汤等 活动丰富 充实了学生们的留学生活 几捐成河 虚怀若苦 春华秋时 逃离天下 韩国湖南大学 欢迎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